前消防主角黄敬明涉贪案 如今检调又查出 他又有涉及了其他的弊案 怀疑黄敬明涉嫌在 两项直升机设备标案当中 透过他的哥哥黄文咒的公司 从中获得了500万元中保私囊 当直升机抵达救援 地面上警消终于松一口气 这台UH1也许参与大型救灾任务 政府配置相关设备 就是希望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效用 但前消防署长黄敬明 既就在指挥通信平台车涉案后 既然插手空中的陀螺衣采购作业 涉谈闭案再报一桩 检调二度发动搜索 约谈消防署科长科员 以及亚洲航空总工程师 黄敬明哥哥黄文咒也在约谈名单中 检调发现92年两大直升机标案 将近5500万元 都是由南部知名亚洲航空连续得标 其中一项就是UH-1H直升机派遣系统 亚洲航空得标后 黄敬明指示业者向哥哥黄文咒 所属获达国际公司订陀螺仪 再向生产陀螺仪厂商宏记取货 但其实亚洲航空跟厂商早有多年业务关系 黄敬明透过哥哥当白手套 介入采购案所汇300万元 黄敬明设行和哥哥组为标集团贪污收费 除了救灾指挥通信平台车收受1800万回扣 检方在办公室和家中找到19块黄金 黄敬明被羁押境界 现在查出他滥用署长职权 连空中消防救灾系统也不放过 涉探案被检方一件一件救出来 新闻台北 组合报道